姚安小系金史正主演的网飞热剧《社内相亲》 凭借着实力派选角高田巨星 成功引发热议 还未完结就创下了11.4%的优秀收视率 除了备受好评的爽剧下饭故事内核外 大尺度蠢于吻戏也是重点讨论对象 相比男女主太武和夏丽的小学生恋爱 赴CP早早就完成了满岛超车 第七集中 长寻语用书的火辣创戏引起了不少热议 不过也有网友指出 其实漫画里的床戏尺度更大 漫画长寻用书更火辣 不止眨眼睛还有扯领带摇耳朵 泰伍夏丽吻戏从腿一路吻上去 漫画第一个床戏 长寻被用书扑到狂问 《社内相亲》第七集 长寻与用书滚了床单 两人的吻戏床戏都是因为太语太火辣而引起热议 不少网友都说 这一对完全是承认是恋爱 才几集就玩到超车 大大超越了泰伍夏丽的进度 相比之下泰伍完全就是小学生 恋爱进度完全大输承讯 而对于不少剧迷热议的承讯硬书的床戏 剧版大部分都是照着漫画来拍 但整体尺度比较薄 漫画尺度更大 漫画中两人第一次床戏 是硬书先主动狂问承讯 承讯被吻得一软情迷 但他又一边阻止硬书说 硬书小姐请请等一下 要不要要不要先冲个枣呢 结果承讯刚说完 就被硬书扑倒在地了 硬书说你不知道这种时候话说太多 会破坏气氛吗 承讯听完这话已大个害羞 后来便没有继续拒绝 而是一杯葡萄的姿势窄掉眼镜 两人开始热问 这还只是承讯硬书漫画中的第一个创新 后来的第二个创新尺度更大 我会让你清楚记得这一问 承讯反扑硬书 硬书因为不记得那天的事情 加上对承讯有了小误会 开始暗地吃醋 后来两人说开硬书表示 我们重来一次吧 又一次推倒承讯了 硬书和承讯一样又从玄关一路热问 承讯甚至连拖鞋都来不及 就一直被硬书狂问 第二次的床戏里 硬书替承讯摘掉了眼镜 这个小细节肥承郁 接着硬书衣衫半长 一边和承讯热问 一边解开他的领带 这一段与第七集的片段有点相似 但后续尺度更大的来了 硬书闻一闻 还轻轻咬了承讯的耳朵 这个举动让承讯受不了了 过去一直像小绵羊的承讯化身大野狼 反攻扑倒了硬书 承讯同样也一身不正 还露出了大片的腹肌 承讯一边扯着领带一边说 硬书从现在开始 我会让你清清楚楚记得这一万 漫画把两人的床戏画得很带干 眨眼镜扯领带 这样的小细节都很火烂 对比隔壁的始祖尿CP 不得不说 承讯硬书进展真的很快 但就算是小学生谈恋爱 也有成熟的那一天 虽然在结局不可避免的遭遇了编剧的情杀 泰武意外出车祸 夏丽被无限脚踏两只船 惨遭此退 但相信还是H1的结局 并且在花絮里 而小谢再次提到 发生还有最后 很可能是在暗示大结局会上演床戏 我们就来先通过漫画一包演福吧 顺利相亲的漫画中 泰武和夏丽其实还有很多高天戏份 顺利相亲漫画结局高天一 做生日蛋糕 泰武你的脸比蛋糕还甜 漫画中泰武和夏丽确认关系后 就开启了甜甜的恋爱模式 时时刻刻都在撒糖 比如泰武生日时 夏丽第一次来到泰武家 和他一起做生日蛋糕 做蛋糕的过程中 两人不止甜蜜未识 泰武甚至直接舔掉了 沾在夏丽脸颊上的奶油 凯良说你的脸比蛋糕还要甜 接着泰武把夏丽压在厨房的桌子上申问 甜蜜都不行 就在差点出大事的时候 两人的吻还是被打断了 接着夏丽秀出自己准备的大餐 一击给泰武的生日礼物 夏丽准备了一支钢币当成礼物 泰武收到后很喜欢 又忍不住求了夏丽一口 泰武表示他会好好珍惜这根钢币 我只会在重要的时刻拿来用 比如结婚证书签字的时候 不得不说总裁真的时时刻刻 想着要把夏丽娶回家 涉猎相亲漫画结局高天2 泰武夏丽的求婚名唱片 漫画后半段 爷爷一直想方设法 先让泰武和夏丽结婚 就在这时 两人的关系忽然被曝光到网络上 有人偷拍了泰武和夏丽的照片 断章取义 说泰武拉用职权霸凌 强迫女员工上车 董事会商量着要开除泰武 就在这时夏丽决定要守护泰武 于是他勇创董事会 当着所有董事的面对泰武说 总裁我希望你能跟我结婚 大家都吓了一跳 不过泰武当然是美滋滋的答应了 其实这不是夏丽规划中的求婚方式 10号两人回到总裁办公室 夏丽有点低落 没想到泰武竟然下跪 又向夏丽求了一次婚 夏丽幸福的答应了 泰武把他逼动在办公室的玻璃上亲 仰然从床边又换到沙发继续亲 正当两人火热激吻的时候 却被开门进来的爷爷和成勋撞见了 爷爷和成勋尴尴尬的闪退 被这么一打断 夏丽尴尴尬的想走 泰武却说我们继续吧 夏丽表示这不太好吧 泰武竟然说我觉得很好 接着又把夏丽扑倒在总裁办公室的沙发里 虽然泰武很多台词很像是老套的眼情小说 但大家就爱这一口 二人小学生恋爱 加婚后蜜月很快迎来快速发展 顺带相亲 漫画结局高天三 少而不宜的夏威夷蜜月 两人举办婚礼后 抛到夏威夷蜜月 泰武表示 我会让你拥有一个完美的夜晚 于是两人的洞访华主演 果然火热到令人难忘 漫画中有一些露骨 大尺度的描写非常凶 泰武为了让夏丽有个难忘的洞访华主演 特别安排了高级酒店 还有玫瑰花加红酒 两人正要开始接吻前 夏丽却阻止了泰武 大大破坏了气氛 原来是夏丽为了这天准备了很多东西 却都忘在行李箱 因此夏丽提议等明天再东方 得知了原因后的泰武表示 就算没有那些东西 我也可以让你拥有完美的夜晚 接着泰武就扑到夏丽 泰武从夏丽的大腿一路吻上去 一边吻还一边有很多羞耻发言 不要忍着我想听 我想知道今晚的你开不开心 你根本无法想象今晚的我有多幸福 而隔天起床后 夏丽忍不住回忆起昨晚哨而不已的画面 长个人害羞的不行 泰武无辜表示 夏丽你不喜欢吗 说着说着泰武表示 我觉得昨晚还不够 他又忍不住把夏丽扑倒在床上 继续为反言自私而努力 虽然不知道影视剧会怎么拍 但客代表已经迫不及待了 你们呢 这边就是写疑党的